Candidh 哈比我們又回來的 社企論壇 我是Raymond 繼續跟Yvonne聊得很高興 家居安勞 原來青年會除了這三個中心之外 還有一個新的項目 請二方再介紹給我們聽 剛才說配合居家安勞 我們還有一個新的服務 我們叫wide silver link 其實是一個安居通 其實是做什麼呢 第一我們是做一些長者家居的用品 剛才說是上門的 上門我們發現有很多需要 但可能平時他沒有留意 所以我們希望在日常的家居照顧 無論是衣食住行 我們都可以幫他想得比較周到一點 譬如很簡單上 我們上門有時會見到他們 日常生活 其實很多事情他們不方便 但其實他們沒有留意的 無論是他可能去到某個程度 他找個夾去幫助夾衣服 或者他有一些放大鏡的指甲片 那些很有用的 或者是一些遙控的夜光燈 其實我們一般長者 他不會知道自己有這些需要 他可能去到那個階段 他都未必清楚 所以我們會配合一些生活講座 還有會上門和他們有些諮詢服務 去看回這個居家的安全 有些什麼要留意 然後再去健康的講座 告訴他們平時怎樣留意家居安全 在用品上又怎樣可以配合 可以幫助他們日常的生活 可以盡利一些 沒錯 我是很有興趣的 其實這些這樣的服務 怎樣可以做到自負益規的 因為DCC政府給的那些 全部都是有出務 也不會有跟中國的事件 是很容易做的 政府給錢 你做一些program就可以了 但這些很難做的 這些怎樣可以做到自負盈規呢 其實可不可以學一下東西呢 哈哈哈哈 其實我又覺得在日間 剛才說日間中心 就是訓練啊照顧那裏 其實我覺得是有market的 是 因為基本上呢 我覺得剛才說的 政府可能做開傳統那一套 第一就是很多限制 第二呢 它只是serve 最低收入那班 需要那班 如果比較中產 或者比較有些要求 對環境啊 對服務質素 希望可以有一些 比較個人化的服務 其實就沒有什麼選擇 是 說真的那一句 其實我們絕對有 現在越來越多 就是有這個層次的 對 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又不是說 收銀很貴的一天 看地區 有些可能是說 兩百元或者兩三百元一天 已經是所有的交通 甚至乎我們午餐 下午茶 全部都已經照顧了 明白 所以其實又不是說 那麼難做 我覺得在這個模特兒的情況下 我們自己絕對有信心 還有呢 我覺得我們有另外一個優勢 就是 我們本身已經在地區做著長者服務 變成我們已經有長者 即是和地區有長者的 network 大家已經有關係 他們已經有很多來著我們不同的一些訓練班 興趣班 學著不同的東西 或者有時候在一些參與一些不同的社區的興趣 或者服務 當他們知道有這個新的服務的時候 其實是OK的 幾個月就排隊了 好厲害 好厲害 Evonne很厲害 就是說什麼叫社企 社企 社企就是商界以為沒有錢賺 NGO又不是NGO的對象 或者NGO做得不太好 那些 由第三個部門 社會企業 其實不是的 其實NGO可以再做好些 可以做到自負型規 就是做到這些中心出來 因為市場有不同的Segment 就是看我們在做哪一個層次的對象 最重要是做對的 對 對 講到這裏怎麼轉換話題 這是一個大方向 這是一個很好的話題 我知道 Evonne介紹一下第二個 你們的大方向在哪裡 講完老人家 講完長者 好像關於青年人 不是那麼青年 像Evonne這樣 是的 因為我知道這個節目 專門針對一些教師和學生為一個對象 我們叫女青年會 剛才講完長者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範疇 你一定要講就是青年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青年方面的政策 對 和將來的方向應該要做什麼 我其實覺得 其實除了官商民合作 其實教育 其實無論在學校 在教師層面 都是很多的空間 大家可以一起去努力的 特別呢 譬如說回青年方面 其實我們剛才說 在我們的優勢裏面 因為我們本身已經有學校網絡了 是 也有很多社區和家庭的工作 在做 現在說生涯規劃 其實也是今年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政府也很關注 其實我們在生涯規劃方面 我們都特別成立了一個team 特別內部成立了一個team 去看看生涯規劃這方面的工作 如何可以跨部門去合作 如何跨部門呢 其實不同部門有不同的優勢 譬如我們在持續教育那邊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企業的網絡 以前一直都是在做很多工作 就是放在很多的幫學校和學生 去安排一些在不同的企業的實習 或者參觀 讓他們去了解不同的職場 不同行業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另外一方面 譬如我們在青年的社會服務部門 那裏其實我們有很多的 青少年中心 有很多的學校的網絡在做 在學校就有很多合作的 那裏有整個學校的網絡 我覺得如何去做一個橋樑 將企業帶進去學校裏面 而希望企業進去學校裏面 可以做多些宣傳 讓學生明白多些 其實我將來前面走一條路 其實我也是由中學開始做起 可能在大學才開始做 已經是遲了少少了 中學開始讓他們去了解自己的生涯規劃 自己將來的興趣和出路 其實是怎樣呢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當然了 年青人現在遇到的就是怎樣的方向 出來之後 讀完書之後 自己沒有了方向 很多時候的年青人 其實生涯規劃已經在政府裏面 我知道已經很著重這個目標 我想問一下Yvonne 你再怎樣做好生涯規劃 讓年青人更加接受 還有你更加知道對他們的重要性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 生涯規劃是什麼 或者對他們的重要性有多大 對他們自己 我想是 就這樣說 可能生涯規劃 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們有幾個渠道在做 剛才說進入學校的工作 那個配對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裡我們會繼續去extend 進入更多不同的學校 以及去拉入企業的網絡 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也想介紹另外一個服務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YES的服務 OK 其實我們叫Say Yes to Work 好聽 Say Yes to Work 好聽 其實我們是唯一的一間機構 在香港去營運這件事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中心 我們叫YES的中心 一個就是旺角的朗浩坊 一個就是葵聰 其實就是和政府合作的一個pilot 其實是勞工處 一個合作的pilot 其實是專門培訓一些青年 他那個就業的方向 和他去找他就業的方向 還有一些相關的訓練 不同行業的工作 不同行業的訓練 我們都會讓青年有機會和僱主在那裡去接觸 也都會給一些不同的僱主進去 去介紹他們自己本身的行業 去講討論 當然你說青年人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有些他比較聰明 或者比較天才 比較有才能的 可能他就會比較快些 在這裏找到一個工作 但也都會有一些他需要多少少的幫助 無論在輔導方面 或者在他的技巧方面 或者面試各方面 我們都有提供這個一條龍的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他們去找到他們喜歡的工作 以及需要相關的訓練 亦都有一個元素就是創業在裏面 所以這個中心其實是在做幾件事 香港就只有兩檔 暫時兩檔都是我們自己的營運 特別是在朗豪坊 其實那個區那個需要很大 因為可能旺角就不是說一定是旺角區 大家知道不同的人 青少年都很喜歡去那裏 所以只是那裏的會員都差不多五萬多人 只是那裏會青少年會員都 是 所以這個也是另外一個我們比較獨特的一個project 明白 我想問一下其實呢 我呢 經常有些保留的 就是青年 這個其實做得非常之好 其實Yvonne已經貫通了我那個三角形 剛才講了social impact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CY拿錢出來 跟著就做生涯規劃 就是用這個方法 怎樣用學校和這個公司合作 和企業合作 給他們一個exposure 那social capital 股自然是 九十幾年歷史 當然是多social capital 就是那些network 那些trust 怎樣學校和企業一起做 那樣 但是青人創業呢 因為另外一間NGO 都是好朋友 都做很多青少年創業的 那我上個星期呢 就在玉山科技協會開董事會的時候 原來前海呢 都有一塊地呢 因為NGO 已經allocated給這間NGO了 有塊地呢 這麼厲害 其實是給了黃毅明的 那塊地呢 就是怎樣做青年工作 我們開會談的時候 早點告訴我 我打算搞社企 但是anyway 我就覺得青年怎樣創業 新危規說他想做什麼 讓他去那些企業那裡 看見一下 原來做會計是這樣的 做財務也是這樣的 做工程也是這樣的 但是創業那個位 我經常都有些保留 可能我不懂了 就是那個小朋友 你怎樣幫他創業呢 要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位呢 其實呢 坦白一句呢 你其實說得對的 我自己都覺得呢 其實呢 在創業方面 青年要面對那個挑戰 是相當之難的 但是就是說青年人 現在呢 其實說真的 那個年齡呢 就應該是越拉越後的了 是啊 我們三個都很不知 我們都是青年人 所以其實呢 整個配套呢 其實很重要的 你說青年人 剛剛畢業出來 立刻去創業 其實真的是困難 我們都做過不少mentor 沒錯 我們都mentor過不少 剛剛青年人出來 創業做社企 我自己都親自跟過幾位青年人 還要跟了他們一兩年的時間去幫他們 其實呢 幾個層次 當然也有強項有弱項 我想青年人他們有很好的創新 和想像的空間 有沒有我們這麼多 這麼多顧慮 這麼多包袱 但是對於工作本身呢 那個discipline 或者工作的那個習慣 或者在一個公司 公司環境裏面的文化 其實是未建立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呢 如果青年人可以先在公司上面 或者在一個機構裏面 先去建立了那個本身工作的習慣 就是基本的習慣 和文化 和機構都有很多很寶貴的訓練 其實那些訓練是很好的 無論你由最基本的顧客服務 去到一些 你簡單看一盤數 就是財務管理怎樣 或者怎樣去人與人之間的合作 那個的關係 其實這些才是最難的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在這些方面 如果可以首先 有幾年的工作經驗 再去創業呢 成功機會率就會高一點 當然 那在創業的過程裏面 就是不要說青年人 大人也好 青年人也好 都面對很多困難的 很大挫折的 很大困難的 但是怎麼說都好 阿Key來過你的節目 對 沒錯 都有講過 其實社企的傳媒率是很高的 對 抓小企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有心人的資源 其實支持了這件事 那你變成 譬如有很多人願意做義務的Mentor 做顧問 去分享自己的經驗 去埋身去幫那幫青年人 那就是因為是一個社企 那大家都會很支持 那無論在資金上面 那現在香港也有不同的形式 雖然暫時都還沒有很多的渠道 或者資金的渠道 是直接去支持青年人創業 或者是一些個人的社企的創業 暫時都還沒有很成熟 就是我想零零碎碎有少 一些比較少的資金 但是不是說一個很整傳的一個平台 已經很 well developed 就還未見到 對 所以資金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在訓練 在資金 這些方面如果可以加強 那個成功率又會提升 沒錯 我想明年就會見到的了 CY已經說了 青年那裏 因為這樣也是在街上睡 所以要放一些資源 在青年那裏怎樣做 那今早都很開心 今早我聽新聞的時候 就是科技大學 科技大學就會開第一屆的社企課程 還有Credit 沒有Credit 我都會說不讀的 那我想這個發展是好的 特別在這個時候 我想社企是一個契機來的 那些青年人 青年人要做夢 要改變世界 那就適合了社企 社企要改變世界 但是怎樣是 循序漸進地改變世界呢 有些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還想說多一件事 就是女青年會 剛才開始的時候 Evonne也說過 即是基督徒 即是怎樣去做女士的服務 那你看到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在未來的發展 會在哪個方向那裏走呢 特別是青年其實都很關心 我想聽眾的校長 老師都對著小朋友 不要說我說 大學校長對著小朋友 沒有辦法 到底我們的NGO 我們的社企 在社會上 到底我女青年會 有什麼計劃 即是未來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 可以說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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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這個問題 真的很難回答 剛才我想都有提過 生涯規劃一定是重點來的 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 其實現在的情況就是 在教育和勞動市場 其實是有空隙的 坦白那句 勞動市場需要那些職業 其實有可能現在在教育方面 就未必是針對那個方向去做得到 正正你剛才就算 就像剛才說社企 有達學開社企課程 我們當然是開心 但是其實我覺得應該 就是要混合 比如現在讀business 讀business應該要講社企 對 對 再加上讀社工 讀社工也要講社企 對 沒錯 這樣才可以融會貫通 整件事才可以融會貫通 剛才說我們不是斬開 逐個center做 希望可以整件事 大家一起合作 融會貫通一起做 所以我覺得無論在教育層面 都有一些的改革要去想 所以這個層面都是我們要去想多些 另外現在可能很多人關心 青年人的方向問題 這些政治敏感題目 不講太多 不過其實我們一向講一句 很多不同的報導都有講 青年人今時今日面對的 是不是一個這麼簡單 就是向上流動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這個問題這麼簡單 是不是就是就業這麼簡單 其實不是 對 其實他們有很多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創意 其實是說大家要co-create 就不是說政府或者機構 做好一些東西 做好就是這樣 你就做吧 我覺得其實現在 香港是一個很有規範的地方 一個城市 其實是好的 但是在有規範的當中 怎麼可以是有些空間 給他們有多些的創意 和創作可以發揮得到 我覺得這個也是值得去思考多些 和想多些的 area 另外其實我們一向有做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一路有帶著青年人 進去國內不同的城市 去做義工 很有用的 是啊 不是說一些敏感的東西 一向有做開的 因為我們那個角度 就是從一個國情的教育 的角度 因為再加上 因為女青年會已經在 譬如香港有十個城市 都有那個網絡和地方 他們已經在服侍著一些不同的村 不同的地區 當我們帶青年進去做服務 和做義工 讓他們去體驗到 譬如貧窮的生活是怎樣 或者現在在內地不同的城市 那個發展的民生究竟是怎樣 我們從一個這樣社會服務的角度 和進去扶貧的角度 去了解整件事 其實是會更加好 和沒有敏感 對 這一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會繼續去加強做 特別在現在 這麼關心這個情況下 是 所以社企 NGO 還是青年工作 對 現在都著重青年少年服務的工作 是對的 現在時勢 要的要的 是這樣的 是的 是的 現在時間就差不多了 是的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因為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在聊天 是的 我們希望再有機會 請Evonne再上來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基督教女青年會 在現在這樣的世代 作為基督徒 作為慈善機構 也都作為一個創新的 傳統的慈善機構 如何在這個世代 如何定位呢 其實是很有挑戰性 還有剛才說生涯規劃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做 是的 因為在不同場合 都聽過人說生涯規劃 我在這個奧運 香港奧運會開會的時候 又是說生涯規劃 是的 那些精英運動員 我遲些抓黃德森上來 那些精英運動員 怎樣去幫助做生涯規劃呢 其實這個都是很熱門的話題 但是時間就差不多了 是的 Yvonne 如果你做生涯規劃 做得有成績 你快點上來和我們分享 好啊 我希望你做得好 做得成功 希望小朋友知道生涯規劃 對他們的重要性 好啊 謝謝 Yvonne 希望你做得愈來愈好 好的 謝謝Yvonne OK 我們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跟聽眾聊天 好啊 拜拜 拜拜